HELLO 大家好,這裡是現代起書 線上YouTube版本,我是Shelly 清朝總共有12個皇帝 你覺得哪個皇帝是比較容易遭受批評的呢? 俗稱家道中路,就是取諧音嘉慶跟道光皇帝 那今天就是要來講道光皇帝 道光皇帝就是因為他簽下了大清史上第一個不平等的條約 叫做南京條約,而遭受就是後人一直批評 但這時候歷史學家就要出來平反啦 就說他允文允武啊,才德兼備啊,感覺就是一個很好的皇帝嘛 然後也說了,乾隆皇帝其實是最喜歡他這個孫子的 那我就想說,那乾隆皇帝可能會因為很喜歡他 所以就傳位給他的爸爸嘛 因為這樣才可以讓他名正言順的繼位 對,那這時候就會有一些傳聞就說 道光皇帝他是不是得位不正 那這些的傳言啊到底是怎麼而來的? 那我們接下來一起看下去囉 道光皇帝大發雷霆之怒 撒得文武百官俯首聽命 原來當時英國人借著鴉片背鏡的由頭 不遠千里出兵攻打蜻蜓 也就是你我熟知的鴉片戰爭 至此,道光皇帝跟昏庸無能幾乎是畫上了等號 但誰又想得到 道光皇帝小時候可是文武雙全 所有的皇子皇孫都比不上他 他更是乾隆皇帝最喜歡的孫子 公元一千七百九十一年 九歲的道光也就是愛心絕羅綿林 第一次跟隨祖父前了皇帝到木蘭圍場 進行一年一度的秋顯大典 乾隆綿林祖孫倆並配而行 突然一頭野鹿出現在眾人的視線裡 這時候,人小志氣高的綿林 眼疾手快開弓放箭 好,我來出城 綿林一屆命中 卓越的騎射功夫 讓當爺爺的乾隆喜不自身 想起當年只有十一歲 人人都換他小紅利的時候 也曾跟隨祖父康熙皇帝一同狩獵 事隔多年,驚人相似的一幕出現了 乾隆認為綿林的衣容 像極了自己 更認定綿林是繼承大統之人 所以就有傳聞 乾隆會把皇位傳給家慶 是因為乾隆希望將來綿林 可以登上帝位 才不得已先把皇帝寶座 先傳給綿林的父親家慶 家慶皇帝信誓旦旦的保證 自己將永保大清昌盛 可是他沒料到擺在他面前的 是一個金玉其外 拜許其中的大清王朝 百姓刻苦度日 卻仍然無法溫飽 於是反清組織紛紛興起 清朝歷史上面最有名的一次斬首行動 就是嘉慶十八年的天理教事件 天理教是融合了羅教信仰的白蓮教分支 以反清復明為名攻打紫禁城 到了龍宗門才被包圍擊敗 嘉慶十八年的時候 嘉慶軍就到熱河避暑山莊去遊玩 就是他的一個既定的行程 那時候天理教教徒就知道了說 嘉慶軍那時候不在北京城 所以就趁這個機會 就率眾攻進北京 帶頭的人叫做林青 這一批天理教的這些烏合之眾 大概是兩三百人 那麼分成兩批 一批就攻向東華門 那麼在東華門的時候 就跟清朝的皇宮的這些禁衛軍 發生了這個弱勃戰 即將攻破龍宗門 這怎麼得了 龍宗門可是通往後宮內庭的 最後一道防線 這時候棉林挺身而出 他先命侍衛出宮求援 再令各宮警戒防備 以防亂賊突襲 天理教徒進宮的時候 棉林就非常的英勇 也想說他指揮得非常的好 就是來去做抵抗 甚至他還用槍打死了幾個天理教徒 就是形成了一個京城的保衛戰 同時也下令封鎖城門 就不讓他們離開 然後趕快跟外界取得聯繫 所以最後就是獲得平派 這一年棉林才33歲 無論是騎射 武藝 還是使用火槍的技術 都相當純熟 他拿的火槍更因為這件事情 被封號為威劣 棉林本人日後則因此獲封為至親王 面對嘉慶皇帝的讚賞 棉林回答 勢在倉促又無欲賊之人 勢不由己 於事後欲思欲恐 這一番謙虛不邀功的說法 讓嘉慶皇帝更加肯定 棉林才德兼備 是皇位繼承人的不二人選 可是始料未及的一場巨變 即將掀起大清史無前例的政治危機 嘉慶二十五年的時候 嘉慶去壁楚山莊去打獵 不知道什麼原因 突然之間就過世 因為白天的時候 他還接見了軍紀大臣 可是到了晚上的時候 他就已經過世 根據青石路記載 嘉慶皇帝天體風雨 過世前三天偶桿夜暑 再加上年過六旬 長途跋涉 嘉慶皇帝就這麼把大清政權 扔在了崇山峻嶺之間的成德 撒手西歸 嘉慶皇帝走的時候是太突然了 那麼年齡是六十一歲 可是我們看這個六十一歲 其實年紀也蠻大的 所以他不可能沒有玉立遺兆 而且從雍正皇帝開始 就有秘密建廚的制度 就是說把下一任的廚君 他的名字寫在那個 乾清宮的正大光明匾 後邊用一個小金盒 其實小金盒是兩個 一個是在正大光明匾後邊 一個就是皇帝隨身攜帶 其實那個時代 大家心知肚明 就是繼承人就是他 可是你找不到啊 找不到以後就有大臣認為說 這樣是不妥的 如果不是呢 萬一不是呢 那是不是會引起一些紛爭 為什麼說會引起紛爭呢 原來嘉慶皇帝在世的最後一年 曾經動了異楚的念頭 一開始嘉慶皇帝呢 是在嘉慶他的四年 也就是說這個時候 明寧十八歲的時候 就把這個明寧呢 立為雛君 可是呢過了二十年 到了嘉慶二十四年的時候 嘉慶皇帝呢好像有意思 要改變這個雛君的人選 更為了避免康熙朝九子奪敵的戲碼 所以大臣們堅持 政權的傳承要有所依據 如今嘉慶皇帝身邊 既然沒有找到立楚秘訣 那麼唯一的解答 就在前清宮正大光明匾後 正大光明匾後 居然找不到傳位秘訣 這下子大臣們慌了 該如何是好 想來想去 大夥認為也許身為嘉慶皇帝的 枕邊人 皇后免護入室也許會知道 於是向皇后請旨 本宮已經決定 立至親王綿寧為皇帝 繼承皇位 宣布立綿寧為帝的意旨一下 先前那消失無影無蹤的 立楚秘訣居然神奇的出現了 就是在一個太監的身上 發現一個小墓盒 那是嘉慶交給他保管的 那個小墓盒裡面也有藏著嘉慶的御令 這個御令裡面呢 就是要讓綿寧來做下一任的繼承人 所以整個制度來看 就是他是沒錯 只是在那個時間點上面 引起了大家的疑慮 公元1820年 道光皇帝以大清王朝十二帝中 首例以嫡長子身份 坐上榮椅的皇帝 但從公元1644年 順治皇帝問鼎中原開始 至道光皇帝繼位 大清帝國的國座 已經走過了漫長的176年 早已出現頹廢之勢 且勢頭迅猛 道光皇帝該如何乘風破浪 歷晚大清 你知道清朝最小氣的皇帝是誰嗎 看似皇帝都過著一個富貴奢華的生活啊 但有一個皇帝他反其道惡心 一上位就告訴皇宮中的所有人 食衣住行全部從檢 他覺得啊 只要一個月換一次衣服就夠了 那褲子啊衣服啊破了就補一補就好了 吃的方面呢 只有逢年過節才可以吃肉 其他時間一律吃素 我自己覺得還蠻養生的耶 但是啊在過去都大魚大肉的皇帝 跟皇宮中的所有人 應該是不太能接受吧 尤其是他身邊的皇后 以及溫武百官 如果我是他的另外一半啊 我應該也不太能接受 那這個皇帝呢 他就是道光皇帝 我覺得用現代的觀點 來看道光皇帝的話 他應該是金牛座的吧 那觀眾你是金牛座 你會跟道光一樣節儉嗎 你會跟道光一樣節儉嗎 公元一八二零年 艾興絕羅綿林繼承大堡 成為滿清入關後 第六位皇帝 年號道光取大道光輝之意 就能窺知道光皇帝 其實野心勃勃 想要再造大秦盛世 我們在這兒可以看到 道光皇帝呢 他即使當了皇帝 他不脫過去呢 當皇子時代 那種至純至孝的本質 所以其實他是一個 相當不錯的優秀的皇帝 但是呢很可惜的是 道光皇帝遇到了一個 百年未見的變局 總管內務府大臣 穆章阿提倡節儉一說 鄭重道光皇帝盛興 原來在乾隆朝大清國庫 每年都有八千萬兩的存盈 但是歷經嘉倩皇帝 至道光皇帝繼位時 只剩下一千多萬兩 清朝因為他們是滿族入關 所以他們一開始進關的時候 當了皇帝嘛 就立下一個規矩 要優待皇室 那麼順治年間呢 皇族的人數大概多少呢 順治年間大概皇族呢 大概一千人左右吧 一千上下 到了道光年間 皇族的人數有多少 三萬多人 那麼國家都要供養 這些個特權階級 這個造成財政一個很大的負擔 另外 人口暴增 農作物供需失衡 導致道光年間的物價 是康熙朝的五倍之多 還有軍費開支 日和經費 這一條條的款項 動輒數千數百萬兩 都讓道光皇帝喘不過氣 那麼既然有大筆的銀子要花 就增加賦稅 偏偏康熙也曾經說過 永不加付 所以導致稅收不齊 道光皇帝繼位初期 基於國庫空虛 發佈了著名的節儉宣言 預製聲色獲利欲 重點的內容有三點 第一點 不積蓄宮中的私有財寶 第二點 停止各省禁購 第三點 不再增建宮殿樓閣 道光皇帝自個穿衣服 他很少換新的 那麼他的龍袍破了 也是補一補 他龍袍裡邊的套褲破了 也是補一補 如果他看到大臣穿了新衣 就會責罵他們不懂的節約 於是大臣為了討道光歡心 紛紛將新衣弄舊 再穿給道光看 以博取皇帝的嘉許 朝服的補丁數量 成為忠誠度的指標 更令人感到誇張的是 金城中還吹起了一股 二手衣歪風 金城的裁縫鋪 發現了這個龐大的商機 紛紛抬高了舊衣的價格 導致了舊衣 反而比新衣還要貴兩倍以上 形成了一股比賽裝節儉的歪風 有一次他跟軍機大臣曹振雄 在談論的時候 那麼曹振雄的褲子上 剛好也打著補丁 所以道光皇帝就問他 你這個補丁要花多少錢 曹振雄說大概就幾錢銀子吧 道光皇帝一聽就火了 怎麼我的一個補丁內務府給我報仗 是五兩銀子 我的一件龍袍補一下 一千兩銀子 怎麼報仗這麼多啊 內務府的官員就跟皇帝報告 因為龍袍沒法在紫禁城修補 甚至北京城裡都找不著這個 秀的這個工匠 所以要千里迢迢送到江陵之灶 送到江南 那麼這是皇帝的龍袍啊 就不能隨便送 所以要派軍隊 另外要派官員 那麼送到江南之後呢 因為這是皇帝的龍袍 所以還要對花 還要對這個布里的紋路 所以這樣整套折騰下來 其實不算多 這群該死的奴才 居然敢欺上瞞下 從皇帝身上撈油水 那麼道光皇帝就下令 從今往後 宮中用度一切從簡 看內務府還能如何貪 宮裡面的這種用度 一年內務府裡面 大概有四十萬兩銀子的預算 他就砍 砍一半 我就是用二十萬兩的預算 這下子皇后就為難了 所以皇后就勒令各宮 當然太后不能怠慢 那麼各宮呢非平 不准化妝 不准穿有刺繡的衣服 那麼平以下的人全部吃素 那麼平常呢也不准過生日 逢年過節才可以吃肉 以前的皇帝吃起來 就至少二三十樣 所以他就覺得 這個太花錢了 那四樣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說 四菜一湯的創始者 應該就是道光皇帝 有時候甚至和皇后用餐時 就是吃燒餅配熱茶 或者喝熱開水就省錢了 夜晚就寝時 更是連燈都不點 又可以再省下一筆油錢 真的可以說是無處不省 晚餐是燒餅配茶 那麼早餐總該吃好吃飽 道光皇帝才有精神 重振大清吧 據說道光皇帝有一次跟大臣閒聊 早餐吃了什麼 大臣回答說 在家裡面吃了四顆雞蛋 道光一聽非常的生氣 責罵他說 你怎麼一個早上就吃了四顆 真的是很浪費 大臣一聽 只能夠連忙說 臣吃的雞蛋是自己家裡面養的母雞下的 不是買的 所以沒有那麼貴 道光一聽才平息了怒火 隨後也盤算說 那如果我們宮裡面可以養母雞來下蛋 這樣子不就又可以省錢了嗎 十一住行能省就省 道光皇帝一代帝王活得如此拮据 不僅苦了自己也為難了別人 道光皇帝對大臣也是很摳門 比如說當時的大學士長陵 他們這一群的大臣平定了新疆迴變 而且非常風光的凱旋而歸 那麼這個時候呢 道光皇帝是在圓明園四宴群臣 包括長陵在內就想說 我們回來以後一定會受到 重重的犒賞才對嘛 結果呢 他是重重的犒賞 擠疊小菜 就這樣 二十個人擠在一桌上了六道菜 誰都不敢動筷子 因為一動筷子就盤底朝天了 這樣子皇帝顏面無光 所以其實道光皇帝四宴群臣 他看重的是什麼 這就是一個榮耀嘛 並不是真的讓你們來大快朵移的 大夥就這樣餓著肚子 挨到了慶功宴結束 然而道光皇帝卻不自知 自己已經從節儉變成令色小器 幸好道光皇帝還有賢內柱 願意夫唱覆隨一路相挺 商傳他的皇后童家氏為了要開園 曾經把大內倉庫中的珍貴藥材 紹興黃酒普爾茶瓷器 綢緞皮毛等奢侈品進行拍賣 這個童家氏呢他就建議道光說 我們這個內務府的倉庫裡邊 擺了很多的東西成年的都沒用 我們乾脆拿出來賞給大臣 那麼賞給大臣當然大臣也不能白藥了 所以大臣呢就要回饋這個孝敬金 比如像一件貂皮大衣就可以收二十兩白銀 這個也是一個生財之道 他的皇后在他的訓練之下 也非常的賢俗達理善解人意 成為道光一生節儉的好幫手 有一次道光終於想要為這位皇后慶生了 特別宴請群臣 群臣得資消失之後非常的感動 因為好不容易有這樣一次的慶祝活動 道光就覺得 這次要請大家吃好的 他就命名殺了兩頭豬 兩頭豬 然後就做成了很豐盛的大龍麵 來招待大臣 每個人大臣都在想說 我今天會吃什麼好料 結果一人一碗大龍麵 這是很平常的東西 竟然就成了皇后的生日的最佳縣禮 你看他就變得很小氣 本來利益良善的道光皇帝 開源節流是不錯的主意 但是這裡神點那裡摳點 真替大清國庫賺到銀子了嗎 還是圖留下摳門二字 從小就文武雙全的道光皇帝啊 一上位之後就想要重振大清 可惜偏偏讓他遇到了鴉片戰爭 導致他成為了千古罪人 但剛剛有講到的啊 道光皇帝他是一個很節儉的人嘛 他應該會把錢花在刀口上的啊 但是就有人說他因為省錢就不去買軍備 導致了軍心患散 唉這就是所謂的公欲善其事必先立其器的重要性啊 但是啊 道光啊他很節儉的人 為什麼會擁有一座地下宮殿呢 這樣這個地下宮殿啊 修建起來還比乾隆皇帝跟慈禧太后的墓還要貴呢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道光年間呢 這個鴉片吸食的人口 大概是全中國的百分之一要超過 那麼大概算一下有五百萬人在吸鴉片 公元1840年大清帝國正被鴉片荼毒 深陷其害卻無法自拔 鴉片進口的數量 從乾隆朝的兩千箱至道光年間暴增為四萬箱 究竟要不要禁煙 滿朝文武各持己見 為什麼中國那個時候要去禁鴉片 原因是我的錢都被你賺走了 當時這個清朝的貨幣是白銀 也就是白銀大量的流失 那白銀大量的流失才是鴉片最大的問題 大清帝國的白銀不斷外流到國外 這對一向省吃減用 把錢看得比命還重的道光皇帝來說 當然不行 更何況像當年他的父親 家庭皇帝繼位沒多久 就靠著茶葉 瓷器 絲織品對外貿易 把全世界三分之二的白銀 大把大把賺回蜻蜓 我們就以這個最大眾的茶葉來看 早期一年大概進口的是三十萬斤 那麼到了十九世紀也就是說 一個多世紀以來增加到多少 增加到兩千萬斤 英國大概為了買茶 輸繞中國的白銀一年是五十萬兩 到了十九世紀變成多少 變成兩百萬兩 禁煙的大臣林哲徐 他就認為說外國人不可怕 為什麼呢 因為外國人為什麼要吃我們的茶葉 因為他們不知茶葉的話他們就會便祕 他們會負葬而死 其實英國一開始賣過蜂蜜 餐具鋼琴給大清 只是老百姓都興趣缺缺 才會造成英國沒有賺到大清的錢 為了補回貿易上的虧損 英國偷偷走私鴉片賭上一把 沒想到鴉片居然在兩廣地區瘋狂銷售 使得清政府每年要花掉六百萬兩白銀購買鴉片 於是有大臣認為錢給別人賺 倒不如自己賺的想法 因為這個東西從雍正八年雍正九年開始禁 禁到了道光二十年還沒有禁 所以呢也就是說沒有辦法根絕了 那麼也就是說整個官場已經全部都同流合污 那麼道光皇帝覺得如果再不解決這個問題 社會動盪不安 官場整個敗壞 白銀外流 健康也垮了 那麼我這個皇帝當不下去 軍力下降國庫空虛 這兩點足以撼動皇權的威脅 是道光皇帝最無法接受的 為了防止事態繼續惡化 道光皇帝先命林澤徐為傾差大臣 在虎門硝煙 更毅然決定和英國開戰 當時道光皇帝把事情看得比較輕鬆 他認為我們還是天朝上國 那麼英國蠻夷之邦 所以就算他們是拿了一些個什麼 新式的武器好了 那也不過是一些新玩意兒 第二個他們遠道而來 所以一定是兵疲馬困 怎麼打得贏我們呢 海上打他們有能力打 可是到來路上打的時候 他們腳是彎曲的 他們是蠻蟻一樣 他們是打不贏我們的 所以林澤徐的觀念就是很古老 就是認為說外國人是好像話外之名一樣 他們根本不可能去打敗這個泱泱大國 奇善喔 他就實際真的去體會到英國人是多可怕 因為他回來就跟朝廷講 就說英國人的這個海上艦隊 在海上的時候飛得比我們跑得馬還快 而且他的砲是可以自由調轉的 他的武力是很堅強的 非常可怕的 所以國家應該要對付這樣的一個人 就是盡可能他談什麼 我們就盡量妥協些什麼 看著如此氣急敗壞的道光皇帝 他肯定是最反對鴉片的人 但實際上你可能不敢相信 道光皇帝本人也是鴉片愛好者 皇宮裡邊有很多的親眷都在吸鴉片 包括太后在內 那麼因為道光皇帝他很孝順 他希望太后既然是吸鴉片 還能夠遺養天年 所以道光皇帝讓大家不要告訴太后 現在為了這個鴉片的問題 跟英國人發生了衝突 道光皇帝對太后的孝順 不光在縱容太后吸食鴉片這件事情上 還有太后過世後 道光皇帝用命盡了為仁子的本分 道光三十年 孝和睿太后以74歲的高齡去世的時候 雖然道光皇帝自己本身也是68歲 但卻堅持為太后受傷勞累而致病 在太后去世後的一個月內 也跟著鴉崩了 好強喔 道光皇帝駕崩後葬於牧林 這個名稱是他生前親自選定的 表達對列祖列宗的仰慕之意 牧林是清代所有的地寢裡面 規模最小的 但是花錢花的可不少 道光皇帝這個牧林 到底花了多少經費 243萬兩白銀 243萬兩大約是新台幣10億左右 你能相信嗎 這大手筆建造靈寢的人 居然是穿破衣吃燒餅度日的道光皇帝 他的牧林費用甚至還超越了 精美絕倫氣勢非凡的乾隆御林 我們再加上後邊最奢華的 這個慈禧太后的定東陵 道光皇帝的這個牧林243萬兩 超過玉林跟定東陵 37萬兩13萬兩 更超過他父親更多 他的父親嘉慶皇帝的昌陵 根本就不到200萬了 道光皇帝的陵寢 為什麼會那麼貴呢 其實道光皇帝一開始的陵寢 是在青東陵寶華域 建造規模龐大 好不容易花了七年時間 終於完工 卻發生了一個嚴重問題 隔年道光在視察的時候 卻發現了地功聖水 他非常的生氣 認為這個是偷工減料造成的 大臣們就建議可以仿效 乾隆皇帝修玉林的經驗 進行補強工程 這樣就不會太花錢了 但是道光皇帝卻有自己的想法 他認為重新選定一個地方 來蓋一個陵寢比較省錢 他就命大家去找 因為一定要找風水寶地 這是皇帝的這個陵寢 找了半天以後發現了一個地方 叫龍泉域這邊是很好的 他就說要在這邊建 所以龍泉域是他的 在青西陵建的這個地方 但青西陵建就是違反主治了 根據乾隆皇帝的規定 大清皇帝駕崩後 必須按照招募制下葬 招募制就是說 如果父親葬在東陵 那兒子就會葬在西陵 家親皇帝是葬在西陵 那道光如果去世的話 他就照理講 應該要葬在青東陵 一向遵從儒家思想 不願違背主治的道光皇帝 卻在林寢的選擇上 執意跟父親家慶 一同葬在青西陵 讓大臣十分不解 另外龍泉域牧林的興建 更令大夥稱目結舌 牧林雖然看起來 規模比原來的寶華域還要小 但是更像是一座地下的豪宅 它的三座宮殿以金絲楠木為主要的結構 而這一種木材主要產自於湖南海南 光是採發跟運送就要大費周章 所以其實花費非常的驚人 當時整個的牧林有1316條龍 就算是這個陵圓外邊的圍牆 道光皇帝的這個牧林也非常講究 它的每一塊磚都要磨磚對縫 就是說要做得非常的精緻 因此耗費的工程以及耗費的材料就加倍 所以這個牧林才會耗費的銀兩這麼多 細看道光皇帝的人生 彷彿老天爺跟他開了玩笑 他曾文武雙城的皇子 繼承大業向正國興邦 卻使大清國運江河日下 一輩子簡樸度日 卻砸大錢蓋風水寶地 想做見大事名流青史 卻遭外敵侵入割地賠款 連功德杯也不敢見 究竟這皇帝當的是什麼滋味 恐怕道光皇帝也苦不堪言 大清的每位皇帝都流傳著非常多的傳奇故事 足以影響後世的發展 也讓我們在古裝劇、文學、史學中可以細細品味 希望你會喜歡今天的道光皇帝的故事 我們下次現代啟示錄見 請幫我按讚、訂閱、分享、開鈴鐺喔 掰掰 希望你推進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